剛剛查詢功能變成 這個所謂的查詢功能 也就是以後你下個關鍵字 資料就帶出來了 這個地方的話,比如說我要查編號 我們來看一下,那編號的話我這邊 第一步的話你可以把那個 程式裡面這一行 因為是查全部嘛,把它註写掉了 Ctrl加1 然後我把它輸入兩行 這邊就要,就這兩行 第一個的話是input input的請輸入編號 有沒有,那會把編號輸入到x裡面去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編號把它串到哪裡呢? 串到我們的這個會有的後面 這個slate的所謂一樣是全部的那個資料 但是多一個東西 會有這個敘述有沒有 會有指的是條件 條件後面的話呢 特別是你要給他什麼呢? 給他一個敘述,哪個欄位 A欄的編號 所以我們就 會有A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輸入了這個編號 OK,所以我們把它指引給各位看 這個原理很簡單 知情之後的話,請輸入編號 那如果我要把10號的這個會員資料調出來的話 我就輸入10,Enter 你會發現10號的資料調出來 有沒有 OK 也就是有點像是啊 你那個刷條碼到底差不多了 我要拿一個 比如說6號,Enter 6號就出來了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我要查 可是我不要查那個編號 我只記得某個會員 他姓什麼 或他名字裡面可能哪個字 但我不記得他全名 我希望可以把那個關鍵字打上去 他可以把資料調出來 當然不見得只是姓名 反正只要是文字 你要做所謂的關鍵字查詢的話 怎麼做? 第二部分的話就是文字關鍵字查詢 那我先把這一段 直接拿來用 其實大家跟說明一樣 第一步一樣是一個x 所以就是把底下這一串 這兩行把它改一下 x 等於什麼 請輸入姓名關鍵字 反正以後你可以衍生 比如說什麼什麼關鍵字 OK,打一個關鍵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的話呢 比較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會有哪一個欄位? 姓名在B欄 會有B欄裡面 特別特別需要 如果是文字的話 我們剛剛說等號 等於的話是用在數字上面的比對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是文字的話 特別需要請你用like like的話是做文字的比對 再來的話呢 因為文字裡面的話可能什麼 比如他姓李的話 一般是這樣 李 一定是一個文字 所以文字的敘述前後要單以後 特別是這個地方打個李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樣執行的話 應該會找不到 找不到資料 一定會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 李的話呢 是要全部 這個欄位裡面全部 就這一個字叫李 它才會幫你查出來 如果說你希望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反正中間或者前面或者後面 反正有出現李這個字 就幫我找出來 這個時候你可能需要 一個所謂萬用字元 放哪裡? 記得放在李的前面跟李的後面 特別注意 有些資料庫是用信號 像這樣子 但是 但有些資料庫用百分比 %符號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剛好 ZicoLine 它是用百分比符號 所以記得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 反正呢 只要他的名字裡面有李這個字的 就幫我把它調出來吧 OK 把它執行 當然我這個 這個地方應該先不做好了 我反正先李 你會發現 總共有三個 9號 23號 26號 這幾個都是信李的 OK 但是如果我想要變成關鍵式查詢的話 當然第一個 上面多一個x 第二步的話呢 你要把這個x放在李這個位置 那放個方法記得 先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加加串接嘛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x 就可以把這個變數串在中間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就是 你不能把x直接放裡面嘛 因為x是個變數 它不是一個字串 你必須怎麼樣 用串接的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不太會啦 你又記口訣嘛 雙號兩個一到中間 加加兩個一到中間 再加個變數 這樣也OK 好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要 假設要查好了 剛剛姓李 姓陳的好不好 姓陳的幫我查出來 OK一樣 所以陳這個字就會給x 那x就放在這個串在中間 所以它就會有 姓名裡面有 姓陳的 就幫我塞出來 有沒有發現 陳的話一個 兩個 三個 就塞出來 OK 其他的話當然你還可以去找什麼 找血型 哪個血型最多 有沒有 你甚至可以 做一個那個 一個圓形圖啦 或者做一個 紙條圖啦 等等的 可以做一個統計 然後知道說會員裡面哪個血型最多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常常需要就是比如說 我想要查什麼 查那個 生日 生日通常是 介於哪個 一個範圍 比如說我想要查那個 八年級 80後的 90後的 或者是 生日是哪一天的啦 OK等等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 第三種查詢方法 介於 OK 哪一個時間開始 哪一個時間結束 我這邊直接來run x跟y好了 所以呢 因為 會有兩個日期 哪一天開始 所以我一個x 輸入開始日期 輸入結束日期 那特別是有查詢的方法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在什麼 因為兩個日期嘛 會有後面的 剛剛是用like對不對 用那個比對文字 那特別是如果是介於的話 那就是between and between and 有沒有 哪一個日期 between 哪一個開始 and 哪一個結束 那如果你把那個 日期丟給他的話 他就幫你查出來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Demo一下 第一個 這個做完之後 把它執行 執行的話呢 如果要查是 1980 1月1號 Enter到1985 的 12月31 比如說這五年間 出生的人 幫我把它篩出來的話 所以我打一個開頭日期 跟一個結束日期 那 資料呢 就幫我篩出來了 OK 可以看出來 蠻多的 幾乎 幾乎都是 很多 OK 當然你還可以縮小範圍 比如說你 前一個開頭一個結束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有哪些地方 要做個變 第一個 一樣 X跟Y 當然將來你可以再把 就是 如果原來不是 其實是這樣 中間也是要前後 因為我們把那個 日期 放在文字裡面 所以是把它當文字 OK 然後前後算 本來應該是 1980的 1月1號 類似長這樣子 只是如果把它改成X Y也是一樣 所以記得 中間 串一個X的方法 記得 把中間這一串 算好兩個 移到中間 加加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X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個變數 串在中間了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至少會有這三種比較常用的查詢方法 所以等於就是如果你會這個查詢的 語法的話 那將來呢 你可以做的 變動 就是可以 彈性相對的比較大 其他這邊還可以什麼查 像血型 查電話 這個我想自己再去延伸 那 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 另外一個題目 給各位思考看看 如果我希望呢 利用Sequel語法 就Slate 假設我希望查出前十個會員 跟姓名手機兩個欄位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OK特別注意喔 其實不需要動到很多地方喔 其實主要是 這個不用啦 主要是什麼 只要把這個稍微變動一下就可以 後面這一串 會有 會有哪一欄 應該是A欄嘛 A欄前十個 所以會有A欄怎麼樣 應該是前十個的話應該是 小於 11吧 對不對喔 所以如果你下個條件是會有小於11的話 得到結果怎麼樣 就是1到10嘛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1到10 怎麼1到10 OK 那如果只要兩欄的話呢 特別是從這邊下手 新號的話是5個欄位全部掉 但如果你要 姓名 跟 手機號碼的話 那就是什麼 B欄對不對 跟哪一欄呢 跟E欄 所以你就這樣子 B跟E就好了 OK 執行 為什麼出錯 因為 我們 只給他兩個欄位 所以這邊也要變成兩個欄位 哪個地方 這邊底下輸出有沒有 就變成你要把什麼 把這邊的條件變成兩個嘛 那也就是這邊出來的0 0的部分的話就姓名 所以不用轉型 0 然後跟1就好了 後面的話呢 2、3、4 就不需要 因為 等於是你撈的話呢 那就只會撈到兩欄 那問題你給他5個東西 他一定是放不下嘛 所以 你變成底下要改一下 姓名跟手機 然後把這邊改成0跟1 好 那我們把他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 姓名跟手機就出來了 OK 所以 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變一下就是 如果要像之前一樣 只取 前10個會員 跟 姓名手機兩個欄位的話 可以從這邊做一個變更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邊主要是利用那個 查詢的部分 可以再進一步 也就是以後 假如說你要把那個資料 先放資料庫之後 你要再 去做一些 建立查詢功能的部分 其實衍生性還蠻多的 那當然可以幫助你 以後撈你想要撈的資料 因為你要做報表的話 假如你會下語法 哇 那其實就節省很多力氣了 那當然呢 這個程式部分 等於是個中介 藉由他去傳遞 當然現在有一些資料庫里是有介面 像有一些 直接可以下C口語法的 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設你有那個權限的話 甚至你也可以自己下語法 自己資料撈回來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甚至 我們假設 自己想要撈一下資料 那我就自己下一個C口語 這樣也OK啦 也是可以達到我們要的 這個目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主要是 把查詢功能 分別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編號查詢 所以這個whole後面加個等號 再來關鍵字查詢like 然後記得前後百分比符號 並且前後要單以號 這個文字一定要單以 再來日期查詢 就是between and OK 那另外的話我們衍生出另外一類 就是前十就是只要篩十個會員 當然了你可以變化一下 我不要 我不要前十個 我要後十個不會 從 應該後十個的話就是 41 到50 OK 那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那怎麼改 自己想想看 OK 反正很多地方都是靈活的 答案是怎麼 怎麼做 怎麼想出來 就是反正就是 按照你的邏輯 所以你要了解 它上面的東西其實都可以改變 這個等號是等於 還有大於 還有小於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反正你就把那個 邏輯稍微變動一下 答案就出來了 那記得啊 如果是數字 才會是等於 跟小於大於這種比較 可是如果你的資料 假如是文字的話 記得喔 先用like 這個可能不太一樣 這個可能不太一樣 如果日期時間 你可以用between end 那其他的話呢 在底下 會有一個 回家的作業吧 這個作業當然有點困難 你們量力而為吧 就是把什麼 把全省郵局地址 有沒有 就是上個禮拜的那個 25個檔案 那當然你可以先合併啦 或者是你不用合併 你先做三重就好了 就把三重的資料 放到資料庫就好了 OK 如果當然你三重放得進去 其他的那個資料 當然你就可以放進去啦 你可以選擇什麼 合併完之後再一次放進去 有沒有 可不可以啊 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啦 其實就是做個變 或者是說呢 你們可以 去找一些相關資料 然後做練習 比如說像網路上蠻多的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單元會提到的 所以下一個禮拜的話 可以自己再找找看 其他相關資料 這是 0601這邊 那再來就是爬蟲啦 所以我們後面會 講到有關資料是來自於網路的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會有一個範例是 台北市的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這邊有個連結啦 當然不一定是這個啦 其實網路上 開放資料一堆 像我想要知道那個 蔬菜的行情的話 這個是叫台北市 你可以Google打那個開放資料 或者是打台北市開放資料 那他網路上就提供幾千種 類似像這種資料 不過建議啊 如果剛開始 我們用找那個CSV的格式 CSV其實就很方便 因為他其實就是文字檔 中間加豆點而已啦 那比如說我想要把 拿這個資料 做一個這個練習的話 第一步的話當然要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把它塞到資料庫 那第二步的話可以做一些統計分析 到底 這個歷年來哪一種蔬菜 這個價格最便宜 或者是哪一種蔬菜 比如青蔥這個蔬菜在哪一個市場 的價錢最便宜 OK 諸如此類的 你會發現這份資料 這邊有個下載嘛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它就有一個CSV 你可以把它打開 就會用ECL開啦 因為這個其實是ECL 那如果你不用ECL開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 可以把它用那個記事本來開 因為CSV 基本上它是一個文字檔 你按右鍵 可以把它開啟檔案 用記事本 一樣可以開得起來 那你會發現它裡面就是什麼 就是一樣 跟剛剛那個會員資料很像 上面就是欄位名稱 然後呢 裡面就是放各個資料 中間還是加豆點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讀進來的話 那其實一樣 Realize 加 那個什麼 加Sprint 其實 就可以把它讀進來了 只是說 如果 假如每一次 我們都要去點它 然後下載 然後再 賄賂 好像有點麻煩 最好的方法就用爬蟲 什麼叫爬蟲 我乾脆呢 直接就去到你的網站 把那個 這個檔案 直接抓進來就好了啦 我就不用再下載 然後再去開檔 就直接去 去你的 主機上抓下來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將來 我會知道說 你有個下載的網址 通常這個網址會放哪裡 就放下載這個地方 你按右鍵 你可以用複製 連結網址 右鍵有沒有 就有複製 你的那個網址 那我就知道 你這個位置在那邊 那我們再利用 那個 爬蟲 的模組 就可以把 這個資料抓起來 所以下一個禮拜 我們就要來看那個爬蟲 OK 不過爬蟲可能又更上一層 因為還要安裝 那我擔心說有些安裝的 狀況發生 所以我是建議 因為我有把那個版本又更新了 所以回去的話 就好可以把安裝環境這個先下載 新的版本 因為裡面就已經有把 那個 爬蟲的那個模組已經裝好了 但我也會講 只是我怕說那個安裝部分 難度會比較高 會比較容易 有一些失敗的狀況 那如果你擔心失敗你先裝 然後直接把你們現在用的這個環境 蓋過去就可以了 就舊的那個刪掉用這個就可以了 OK 好來畫面 那今天的話大致上 就先講到這裡 先把那個 回去的話可以進來練習那個 全省邮儀地址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另外的話還有時間 就先了解一下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開放資料 像這個開放資料非常多啦 甚至你可以在這邊查 像我另外一個範例要住宅切到案件 比如說想要知道 台北市哪一個 哪一區 的那個治安最差 有沒有 有沒有這邊就有 還有腳踏車在哪邊失敗最多 汽車在哪邊失敗最多 機車還有在哪邊容易被搶劫 這邊上面都有資料 OK 那你就可以拿這個去做一些 統計分析啦 其實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有沒有在網路上開放資料很多 像政府的開放資料 目前好像五萬多種 其實也是各自各樣 OK 那因為 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回去的話有時間就盡量練習 刷資料 放資料庫裡面 可以試試看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